当你在英语影片里听到 That's on you这句话时 是否有摸不着头脑的感觉呢 你真知道这个常用句子 确切的意思和用法吗 为别人大家能更好了解 和记住这句话 我给大家分析下 此句里借词on 后面跟someone 即某人的结构 在英语里 on somebody一般是指 有某人负责之意 比如 Since you are the leader of our firm It's on you to make the ultimate decision 既然底是我们公司的领导 做最终决定 则是由你负责 再看一例句 Thanks for attending my exciting party All drinks and food are on me tonight 谢谢诸位出席我激动人心的聚会 今晚所有饮品和食物 都算在我身上 结合刚才我讲解的 on somebody的意思 及通常对话里的语境 That's on you 这个句子则是指 That's your responsibility or fault之意 既那是你的责任或过失 或更符合句子字面意思的解释 就是指 那就算在你身上之意 你如果有系统学英语的需求 请扫我微信探寻学习计划 喜欢本视频就请点赞 留言分享或收藏保存吧 同时欢迎大家持续关注 订阅本频道 同我学更多实用地道的英文 Thanks See you